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小姐 刚才和你一起喝酒的先生来找过你 他人呢 他以为你走了就走了 哈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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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鸣 赫鸣哥 赫鸣可还没回来呢 我知道 苏慎呢 走了呀 他说明天要上班 我还能强留他 你说这个赫鸣 我恨不得回来揍他一顿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手机都不接 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打个 回来了 臭小子 跑哪儿去了 你喝酒了吧 你看这脸 还没少喝 你甭甭我你真没有 你身的酒气你这 你怎么都让不住了 没事 行行行行行 你这样回去吧 行我送你 你看 都走不直了 我说你这孩子 这么大岁数了 还让别人生气 再加轮一行 走 走 贺鸣哥 我在家等你 贺鸣哥 你干什么呢 吃饭了吗 贺鸣哥 贺鸣哥 我在家等你 快鸣 快鸣 赶紧起床吧 再不起啊 上班就要迟到了 快点 跟妈说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喝这么多酒 一个人喝的 跟你说啊 今天下班的时候 把苏静给我领回来 听见没有 他现在不愿意见我 谁说他不愿意啊 昨天等了你一晚上 赶紧起来吧 我给你熬点粥 洗漱一下 回去 最近我也忙 没好好的照顾你 怎么样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带你的爱好 来让我见见啊 姐 我跟爱好分手了 分手 不是你们之前还好好的吗 我不是怕你操心吗 所以就没告诉你了 你说说你看 你现在 你这主意特别多是吧 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告诉我 分手了还不告诉我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你解决我呀 姐 你家里事本来就多 我不想让你操心哪 你现在反正左右都是理 那你说 你们俩到底谁提的分手啊 我 为什么呀 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说分手呢 性格不合吧 你们俩好了四年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性格不合 那早干吗去了呀 别早醒了 死丫头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妈 我走了 别别别别 请 来来来 喝口粥 养胃多少喝两口 妈跟你说啊 这次苏靳是真的生你的气了 我昨天跟他求了半天 才松了点口 你别这么傻乎乎的就去了 你一定要那个想个招啊 一定要真诚 让他高兴 把他给我哄回来 你要是带不回来啊 你也别回来 知道了 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要不是惠娜去通知你的话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这惠娜对你是不是还一个 妈 您放心吧 我们俩没事 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 我走了 我走了 干妈 回那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干妈 您这么着急找我出来 什么事 其实是贺明 贺明让我出来见你的 你们俩昨天晚上在一起是吧 他都跟我说了 贺明呢 他 没有接你电话 也没有回你的信息 我想你应该明白他什么意思吧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会哪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 还能不懂这个 别给干妈装糊涂了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有些话呢 贺明不好意思跟你说 怕伤害到你 所以呢 让我来跟你说 让您来跟我家 不可能 我不信 好 这信不信有你 反正 总之 过去发生的事情呢 就让他过去了 现在呢 贺明都已经和苏静言归于好了 他就不希望你再继续纠缠他 不是干妈 您今天过来找我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是吗 不是 那当初他要找工作的时候 那是谁帮了他呀 他谈不拢客户的时候 是谁帮他谈的客户啊 那不能今天 他让您来找我 就一句话就想把我给打发了吧 你们也觉得我卓慧他太好欺负了 你别急 那妈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过去呢 实际从心里来讲 你跟贺明轻微重了 我是特别希望 你能够成为我的儿媳妇 可是谁让老天不作美的 你们俩没有夫妻缘 只有兄妹缘 所以你让我怎么办呢 孩子 不是干妈 不是怎么那么轻易就妥协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被苏静一点一点一点 给瓦解了 您不是不知道 我喜欢贺明哥 我爱他 我不可能放弃他的 不是他跟苏静才认识几年呀 我跟贺明哥我们俩 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呀 反正我知道 贺明哥他心里有我 而且昨天晚上我们俩都 那是酒后一事事态 他今天早上醒来以后 马上就回去找苏静了 会呢 不管你跟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代表贺明向你道歉好吗 但你跟贺明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干妈劝你放弃他吧 不是放弃 干妈 我不可能放弃他的 您知道 我都喜欢贺明哥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可能放弃他的 反正我爱他 他也爱我 我绝对不能放弃他 贺明 贺明以后不想见你了 干妈也希望你没事的时候 就不要到我们家去了 免得苏静误会 怎么让我说你那孩子 就算干妈求你了 行吗 干妈 你不 不能这么对待我吧 不是 这门见你了 您看一下 嫁了一天半累死了 这天天加班的真够闹心的 你很好 喂 张忆 你死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今晚要见不到你 你等着瞧 谁要找这么个女朋友 真倒了八位子没了 姐 爸妈带了点特产给姐夫他们 要不下班叫姐夫一块吃饭 姐夫干嘛呢 再说吧 嗯 姐 你是不是跟姐夫找家了 花那么多干嘛 下班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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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 走 走 走 你这假装看不见我啊 你瞒 不是 我得跟你承认错误 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错就错在 我不应该这么地不相信你 而且我不应该这么地不自信 更重要的是我不应该动手打人 我的行为完全 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流氓 我不懂吗 对 我的行为完全就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臭流氓 所以说 咱回家以后 认打认罚都可以 我可以 跪错板 跪暖气面 跪骰子 跪方便面都 都行 好 你要是真觉得不解气的话 你可以打我 你打我不算抽龙吗 好不好 打我吧 打我一下 打我一下 你是不是有人傻 不下座问 是吗 是吗 我跟他说 是吗 她说是什么 你不是 是吗 是吗 我不是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你再也不要上家了 我也爱你 好 怎么了 我来事了 来事了 疼吗 是不是不管什么用啊 你先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带点水 好的 你先趴一会儿啊 进来 您找我啊 是 来 给 给送去 这么体虚下手啊 他需要什么你都知道 您怎么会有这个呀 我怕冷啊 平时我都背着的 我都放在那儿 挺好啊 这东西是借给你妹的 要还的 行 那我就替他先谢谢您了 可是这大夏天的 再说了 这么可爱 好像跟你不太配啊 来 来 捂着他能舒服点 哦 谢谢姐 别谢我 是余总给你拿过来的 对了啊 牛丸还给他 好 走 老公 我回来了 老婆 怎么了 你吃饭了吧 没有啊 你没吃啊 我上哪儿吃饭去啊 怎么又吃方便面啊 我给你做点饭吧 别别别别 不用做了 厨房里什么都没了 来 你就吃这个吧 来来来来 你怎么搬点菜啊 你就吃这个吧 这个方便面就是给你泡的 那你再给自己泡一包啊 那个 就一包 全家的粮食都在这儿啊 老公你吃了 我不吃了 不是 我 我刚好把那个 这两天的衣服洗了 你吃了 不不不不 一会儿再洗一会儿再洗 你先吃吧啊 我正好减备 那一会儿我们一起吃 行 我和他你吃面 我和他你吃面 你来吧 真的假的 你吃饭都要喂你 你再多吃一口 挺好吃的 挺好吃 既然我吃 我们和你吃吧 你再来一口吧 老婆我问你个事 你要跟我说实话啊 你跟我在一块儿 是不是特憋屈啊 憋屈 以前跟你住小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也要别去 可是现在 我觉得你还行吧 反正家机随机 家给我随狗 而且你爸你妈内容那么好 我还算是满足的 是吗 我怎么觉得咱俩这日子 怎么过得有点惨啊 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这叫 搬回去 我以为你让我改嫁呢 你敢改嫁 你嫁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不是跟你说实话的 想过没有 搬回去啊 对啊 你看啊 不管咱们搬回去也好 还是搬出来也好 我的最终目标就是想让你过上 幸福的安稳的日子 对不对 可是你看现在咱们工作都这么忙 我也没时间照顾你 当然了我也照顾好你 还有咱不是想买房子吗 如果想买房子必须得省钱 可是租这个房子 可是咱们的生活费比 最大的一笔开销了 对吧 还有电汽水费 担机位 还有呢 咱们搬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爸我妈 就一直盼着咱们要搬回去的 真的 我爸偷偷给我打电话说 咱们住那屋 我妈都不让我爸动 就一直给咱留着呢 所以说你 当然了 这事我得征得你的同意 毕竟咱们搬出来是因为 我怕你在那儿有阴影 所以 我听你的 老公 我可以说实话吗 可以 说实话 坐吧 没事 其实我早就想吃你妈做的饭了 你早说呀 不好意思脸皮薄 天天吃吧 妹妹 我早就受不了了 妈呀 快点收我们回家吧 来 今天两位姐姐随便点 我请客 余思 我告诉你啊 我妹妹难得请客 今天你一定要放开了点 随便点吧 真大方 我们得恭喜素晴换了新工作呀 在公司的时候 如果我哥对你不好的话 跟我说 我替你灭了他 谢谢玉丝姐 你放心吧 她们对我可好了 来来来 我们先干杯 干杯 我妹妹在公司呀 特别受欢迎 好多小伙子都问我 这是谁呀 要她的电话什么的 姐 你别这么说 素晴可是大美女 肯定很受欢迎啊 像我这种女汉子形象 太深入人心了 却没行情 余思捷你还女汉子啊 是你的一大把呢 好了好了 你老做那些不开心的 快看 这是我干儿子 你干儿子 你知道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还瞒着我呀 我是在广场上捡的 她差点被人拐卖了 有一个网站叫 宝贝回家 咱们都去当义工吧 好 好 太好了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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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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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吃剩菜呢 想吃妈做的饭了 妈给你做新的 剩的就行 剩的就行 不行不行 好久没来吃饭了 那你走 妈 我跟苏靖打算搬回来 再说一遍 是这样 我觉得您之前跟我们说的 很多东西都是对的 您看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再怎么比 它也不是家里舒服呀 而且还浪费钱 如果我们搬回来呢 一是能陪着您和我爸 二呢 能天天吃您做的饭 两全其美 所以我们决定搬回来 行吗 臭小子 好了好了 那边坐着去吧 我给你做几个新菜 好 来嘞 我很喜欢 山下其辈子 我费了 那边 可能是了 看他 我费了 这样 你可以 可以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认识一点呗 上车 您这个 路费多少钱 路费 俗 安全带系好了 这是唱点初啊 你说呢 咱们这片湿地终于收复了 心情难以平复啊 咱们苏季女侠何时随朕起家回宫啊 随时都可以啊 你不是说了吗 这儿媳妇和婆婆在一起就要先谈恋爱 我觉得吧 我现在跟咱妈在热恋了 其实前段时间她对我好 可能是因为我有孩子 可是这段时间呢 我发现她是真心真意地对我好 所以我也就心甘情愿地回家了 别再唱了呀 我正式跟你说了 什么事儿 你说咱这租的房子它没到期呢 就不住了 那这押金要不回来不说 这房租也就这么浪费了呀 而且会交违违金的 你以为你老公那脑袋 长身上就会凑成闹的呀 这边也可以看 好 随便层问 老公 我们当二房公园好吗 好啊 这样大房公园的 他们按时交放送 一点的就没有 真假的 看我啊 好 过来 怎么样 看不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特别好 真的 你家电呢 家具啊 全是现成的 我们也没怎么用 拎包就能入住 这里的物业和保安也特别好 小区里面还有超市 我们跟房东签的是三千八一个月 所以呢 你们就按这个数给我们就行 那我们不能直接跟房东签吗 可以啊 完全可以 但是我敢保证 你们如果见着房东 他肯定会在这个基础上加钱 对 之前我们都谈好了三千五 后来就给我们涨了 对 其实就这样 我们呢还给房东钱 房东收到钱以后肯定给我们收据 我们把收据给你们一看 你们再把钱给我们 就这么简单 我看还行 就是这顶楼太高了 而且没有电梯 天天上下太累了 对 这还算高啊 对 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还喜欢顶楼呢 你看像咱们这天天做办公室的 缺的就是天天锻炼哪 你这八楼你说上下你就练呗 你还省了去健身房子钱了 你说是不是 七十楼增高不算什么 这儿啊之前漏过一点水 你可以去干水 不是已经修好了 对 现在没问题 修了什么呢你 妈 你这儿去房子有客人呀 其实这个吧 可以不告诉你们的 但我们之前被房东坑过 所以我们不想再坑你们 反正这个房子呢 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要喜欢就不喜欢 那我们也没办法 反正你要这么说人 肯定不做你心嘛 我们租 租房子就怕遇见黑中介 黑房东什么的 我感觉你们挺实在的 我们住着也放心 有点小问题不算啥 哥们 回头咱留电话啊 一块儿喝酒 你这人也挺实在的 是 那行吧 那就这么着吧 咱们把合同签了 过两天 我们把房子给你们套 行 这房子你们为什么不住了呢 我们 我们会自个儿家住去 您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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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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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至于都是这样的 怎么办一呢 我没看见 我赶紧上车上车上车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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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呢 你妈 我妈 没带车 你咋的 妈呀 你去哪儿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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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你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过 回头回家 你媳妇不跟你急啊 谢谢妈 怎么觉得咱们搬给家乡做贼呢 不是 就是做贼快点 快点 来 还有你们 那边那边 那边那边 宋姐姐 还有那边 台上面啊 不好了 怎么了 主持人不见了 还十五分钟开始 怎么办 你先别着急 我们分头找 你去那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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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孩子她妈最近出差了 保姆呢 今天早上闹肚子 还来不了了 我真是没办法呀 妈 妈 我这事说了去吧 妈 那现在活动都要开始了 你怎么办呀 你赶紧过去吧 孩子你帮我喂 你吃到一会儿还难吧 等我煮吃完之后 回来之后立马气 我煮吃完 立马回来见你啊 谢谢 谢谢啊 什么什么呀这是 来来来来来 我喝奶奶啊 乖 你别哭了行吗 小祖宗 来来来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每次 博莱雅活动现场 下面我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活动产品 首先第一款是用 美博莱雅研发的 亮白机密系列 它主要是针对大家的 皮肤粗糙 肤色不云 所研发的高效美白产品 本产品是由珍贵两倍的 大西洋红枣 美白精髓 和深度海洋水 所研发的产品 使用后 肌肤匀净度 肌底白皙度 肌表光合度等 又明显的提升 使用亮白机密系列 使您的皮肤 晶莹剔透的明星光彩 将由内绽放 真乖 谢谢你啊 怎么着 没见过帅官刷眼啊 我想要个孩子 你怎么给咽了呀 不是 没事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想要个孩子 我这次回来以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的心情 都不一样了 而且看到爸妈在家 我觉得心里 特别特别踏实 所以我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真的假的 怎么了 你不想要啊 咳嘴 就是牙膏了 啥 素小孩生 这可是苏静提出来的 所有的阴霾都将过去 我们的辉煌即将来临 你们看到没有 生孩子这是好事 这还用说吗 雪姿你说的 这当然是太好了 再好不过了 对了 这会儿又千万不能骂我 明天妈带你去医院 咱们做一个全面认真的检查 你从现在起 就要服液酸多种维生素 还有孕妇牛奶 好吧 来 来 吃水果 幸福一下 来 这儿怎么好处 那现在喝酒你也喝不了了 别提酒的事啊 某些人又该馋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有点营养不良 提前三个月补充一些钙 维生素还有这个叶酸 这都是孕妇必不可少的 营养元素 应该开点吧 补充好了 就可以叫孩子了 好 好的 来 谢谢 谢谢 走吧 看见没有 连大夫都说呀 你太瘦了 当妈的得比你胖一倍 没关系 从今以后啊 咱们每两天补一只童子鸡 用不着 来 赶紧把衣服穿上 这时候可千万不能感冒 妈 谢谢你 苏静 说句心里话 出了那些事吧 我还怕你记恨我 不想要孩子了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决定了 我高兴死了 以后有什么事啊 都交给妈做 走 这是什么 钱有盛突然改变主意 想把活动现场 改到避暑山庄了 行 没问题 这事情有点紧张 还麻烦你加班 快把东西赶出来 放心吧 小琴 今天晚上加班啊 九晚上有事 行吧 我自己一会儿坐 谢谢姐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十八 就是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八 九十八 你怎么这么九啊你 咱们捣乱呢你 怎么这么能糊弄呢你 不是呢 好几组你都不知道 反正我跟你说啊 你老公的体力 是突飞蒙进 将来咱生个儿子 艳压全方 生个闺女力大不出 你就吹吹牛扒扒划你 你干吗 加班 加班 加 等会儿 你 你怎么还带工作来了呢 工作没做完 我不得赶时间啊 不是 你没跟他们说 你准备要孩子呀 这怎么说呀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负责的 我给人弄好呀 对了 过两天我还得去一趟成德 这 德 等会儿 你怎么给我关上了 咱是不是说好了要孩子 完了你又熬夜加班还出差 你这个人怎么言行不太一致呢 派总 不光是这个 即便咱不要孩子 你这加班加点的 对身体也不好啊 老公 我呢特别想什么都不干 舒舒服服的 好好养好身体 然后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可是坏又说回来了 你看看你们家客厅墙上的 那个婚前协议 上面可是说了 如果有一天 你让我滚蛋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可是净身出户的 我拿什么养孩子 我是不是得现在好好工作 好好赚钱呀 那协议再往这儿就一张废纸 你觉得你老公 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啊 这我可不好说 如果真到了滚蛋那一天 也就证明你已经不爱我了 那我指望你 我指望得上吗 不还是成我最远的吗 那什么孩子 你 我这是你心情 你不 怎么又合上了 我把那个合约撕了 你干吗去啊 我跟我妈说一下 把那个合约废了不就完了吗 如果我真把它撕了 就完成了这么简单 那我早就撕了 我跟你说啊 我的想法呢 是好好的表现 让你妈从心里接受我这个媳妇 这样你妈就可以主动地 把那玩意儿拿掉 老公 你就好好睡觉吧 不是 我呢 老公 好了好了 你就去睡觉好不好啊 老公 好啊 白做服务程 你再做几个把剩下的补上呗 好嘞 下班 睡觉 乖啊 老公 我很快就完事了 没有魄想 没有梳梗 老公 我也是一个无人知遇到一趟 老公 老公 你看老婆现在 加班熬夜的 那老公哪儿好意思睡觉啊 只能陪着 老公要不然你看我电视呗 吃饭 你要吃饭 老公 你烦死我了 我寂寞 赶紧睡觉 都好吧 多可爱啊 你怎么又闷闷不乐的 没事 没事 我怎么发现你老是不开心呢 你看您姐我心这么大 整天乐呵呵的 吃完了 来来来来 别动 别动啊 来来来 这儿没女生 来 喝瓶 拿着 拿着 这个够不来 我们来 我把这个收了 好 把叶酸吃了 来吧 一瓶 千万不要忘了 走吧 拿一根就行了 去 走 那边歇着去 去 我来帮忙 我去去去去 我来点儿吧 去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来 等会儿 喂 大哥 苏静啊 我是你大嫂 大嫂 这两天我就要去北京啊 车票我都买好了 一会儿我都买好了 一会儿呢我就把那车次跟时间发给你 我跟你大哥可没去过北京 这下全都靠你了 知道了 好 好嘞 那就这样 咱们北京见 我大嫂要来北京 你们真要去北京 对啊 你都跟苏静说好了 那 你们工作的事也跟苏静说了 还没呢 回头再说呗 你怎么能不说呀 那你就打算住人家那儿不走了啊 那怎么了 那咱们是她大哥大嫂 她在北京有一个三十两厅的房子 空一间给咱们住 又什么不行的呀 那你们俩想好去北京干什么了吗 还不知道呢吗 你说我们也没个手艺 咱还是留在家里吧 那不行 这是接关钱你答应我的 再说了 这地能跟北京比吗 我车票都买好了 不去业里去 行 那那就算去 咱也不一定在人家里住着呀 要不我们就找一个小旅馆 然后慢慢地找工作 你傻呀 这北京的旅馆多贵呀 咱们还得吃饭 现在咱兜里就有三千块钱 要是钱花没了工作还没找着怎么办 再说了 这苏静也得管咱俩叫一声大哥大嫂啊 咱们住进去 那还是贵客呢 再说了 万一咱们要去北京 发达了呢